哈喽大家好我是东东 前两天我朋友入手了一个新的路由器 是领事的WiFi6路由器 然后一顿和我说怎么怎么好用 他们家千兆宽带吗 和我们家一样的 然后测速能达到800多700多8900 他跟我说无线的速度 基本上已经赶上有线的速度了 大家很清楚 我家里已经有很多路由器了 好的坏的 我现在正在使用的就是华硕的 HR11000加AC88U这样的一个Mesh组网 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完全够用了 但是呢我就是有这个毛病 一看见好的数码产品 我就我就管不住我这个手啊 我就管不住 然后我就有买了 两个 领事的WiFi6 然后它的型号是AX5300 是在京东直接入的 说起来这个也有点奇怪啊 就是领事的这一款路由器 全网是只有在京东有的卖的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 当然不包括咸鱼啊 然后后在京东的价格还一会高一会低 它的标价是2500多 但是它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处于一个1999块钱的价格 所以这款路由器 我觉得它最高的价格也就是1999 可能在以后它的价格会更低 说到WiFi6我已经出过好多期路由器的视频 它们都是可以支持WiFi6的 我看到下面的评论啊 就是有些人在讨论就说什么样才是真正的WiFi6 有些人就说必须要达到160M赫兹 必须要4×4 8×8 反正很多 就是每个人对于WiFi6 是否是满血的或者是残血的 都有自己的这个见解啊 其实对我来说 路由器是一个让你来使用的东西 我已经看到过和使用过非常多 参数非常非常好的路由器 但是它们实际使用下来 其实你去对比这些参数特别好的路由器 和那些从参数上看并不是那么好的路由器 它们的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我现在更看重的是 我们在实际使用当中 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 它之前用的就是华硕的86U 而且是两台组的一个Mesh 它也和我一样 对于这种东西就是追求起来就停不下来 鉴于它现在已经不想使用华硕了 而且一般的品牌又看不上 然后挑来挑去 最后就选择了这个领事的 本来是考虑到奥秘的 但是奥秘因为它架构的问题 不能分割2.4G和5G 当然可能现在已经可以分割了 通过一些手段是可以了 反正最后是选择了领事的这一款WiFi6的 具体这个机器怎么样呢 我们一会试一下就知道了 我也不清楚到底是这个机器 在他们家的这个房子里面 效果特别好 还是这个领事的WiFi6这一款 AX5300真的就非常的不错 一会我们来试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就先开箱看一个吧 领事这个品牌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了解了 可以说是命运多喘 被各种地方收购 现在好像又要被富士康来收购 不太清楚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但是说到底它还是一个大品牌 这个整体的包装制作都非常的精良 而且非常有分量 我也不太清楚这个路由器到底有多沉 但是这个包装真的非常的沉 OK 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 然后啊 这个是一个外壳 我们把它拿下来 哇 这有点像鞋盒子呀 有没有 很像鞋盒子 而且非常的好看 这种蓝色 非常的简约 这个包装的设计 nice 真的不错 OK 真的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好看啊 有点阿迪达斯的感觉 OK 这个就是路由器本器了 哇靠 说实话真的有一点大 我之前是出过视频 用过领氏的 AC 2200吧 我记不太清了 那个是两个一组 也是个Mesh路由器 那个是WiFi5的 但是要比这个小很多 这个真的超级大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有多大 OK 我们等会再看这个路由器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配件部分啊 最上面就是一本 它的安装指南 一个快速的安装指南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电源 然后送了一根网线 在下面是它的 我看一下 一个安装光盘 现在还有地方能用这个光盘吗 保修卡 这里面的这些保修卡 好歹还都是有中文的啊 我刚才看这个外包装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个中文都没有 全是英文 关于介绍全是英文 只有最右下角 这个关于厂家的介绍是中文 剩下的所有介绍都是英文的 啊 这边有中文 这边有多国文字 OK 然后这个精美的鞋盒里面 就没有东西了 我们把这个放回来吧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路由器本器啊 领式的路由器 这种路由器啊 这种类似于塔式的路由器 都采用了他们家族式的设计 无论是大个的还是小个的 都长这个样子 只不过大一点小一点而已 整体设计还是非常耐看的 我们说不上它好看 但是也绝对不能说它难看 它的顶部呢 是这种散热孔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指示灯的 然后在它的背面呢 我们能看到有五个网口 不用说全都是千兆网口 它并没有配备千兆以上的网口 然后最上面是一个USB 3.0的USB 然后下面是一个电源接口 在它的底部还有一些按键的啊 有一个重置按键 和一个WPS的这个会计按键 这边是有个电源开关键 我们能发现它的这个底部 和这个上盖啊 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隙的 这个也是为了散热的缘故吧 它可能从下面进风 然后从上面来出风 这样达到一个这个空气的流动 另一台路由器 它俩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我就不给大家来开箱了 OK 刚刚我已经把这两台路由器 都已经设置好了 完全没有传言的那样 说领事的这个操作逻辑 非常的反人类啊 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反而感觉非常的好用 我们只需要下载好领事的APP 然后按照APP上面的提示 一步一步操作就完成了 我们不仅可以添加好它的主机 还可以设置好它的节点 再把它们都设置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电脑的浏览器 来进入他们网页端的设置后台了 我们在第一次进入这个网页端后台的时候 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版的界面 我们只需要点击右下角的CA 就可以看到一个高级版的界面 其实设置就稍微多了那么几个 不过好在它是可以把2.4G和5G的频段给分开的 还有就是我在它的这个WiFi设置里面 我并没有看到5G是可以支持160MHz的 甚至连80MHz都没有 它只可以选择40和20 这一点我不太清楚是为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在设置好这个Mesh网络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通过APP来设置好这个Mesh网络之后 它默认是一个无线回传的状态 但是我们只需要把网线接到这个节点上面 它就会变成一个有线回传 只不过我们在APP上面或者是在网页端后台 它是没有明确告知我们现在的一个回传状态是什么的 我们只能通过速度来感知现在的一个回传是一个有线回传 好了那么设置好这两台路由器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该实际的使用一下了 首先我先使用一台来测试 因为很多人买毕竟也是只会买一台的 我依旧还是在我们家这几个房间 分别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它的速度 和它来进行对比的 我就拿小米的那一台WiFi6 还有我的华硕HR11000 在测试完一台的速度之后呢 我会把它们组成一个Mesh网络 然后再给大家来测试一下 不过这一次我就不给大家挨个房间去录制了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这个整体的结果吧 首先是A点 华硕的HR11000非常快的就跑完了 然后剩下的这两台 它们的数值都差不太多 都是550兆左右 这一波HR11000赢了 它们的上传就不看了 因为上传都差不太多 接下来看B点 B点是和路由器同一个房间的 并没有墙来阻断 华硕的HR11000依旧跑得非常快 跑出了652兆 这两个路由器它们的数值差不太多 小米的竟然还要高一些 跑出了580兆左右 然后是C点 C点和路由器有一强之隔 它们所跑出的这个数值也都差不太多 这一波既然小米的跑出了最高的数值啊 要知道另外两款的价格都是小米这一款的好几倍 然后是地点 地点是相隔路由器较远的一个房间 这一波小米又跑出了比另外两个路由器高的一个数据啊 跑出了500多兆 另外两个路由器只有400多兆 相比较HR11000要比领事的稍微高一些 然后是1点 1点是我楼上的工作室啊 因为现在只有一个路由器 并没有组网 所以呢 它们的数据下降的都非常的厉害 就目前来看 小米依旧是最高的啊 HR11000现在有点追上来了 跑出了100多兆的样子 领事的HR5300是最低的 只有52兆 然后是F点 F点的距离就更远了 小米直接找不到5G信号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测了 另外两个还有5G信号 相比较领事的跑出来的数值要高一些 HR11000只跑出了23兆 领事的有50多兆的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在组成Mesh以后的效果 因为小米目前的固件是不能支持Mesh的 所以这一波测试是没有小米的 在A点 它们都能跑出一个非常高的数据啊 HR11000还是要强一点 跑出了600多兆 而领事的HR5300是543兆 它们的上传依旧都是可以跑满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B点 因为B点没有强的阻断 所以它们的信号非常的好 应该数据都非常的不错 跑到600兆以上应该都没有问题 HR11000刚刚已经跑到600兆了 现在又回来了 然后HR5300现在已经是600多兆了 它们的上传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能跑满 因为这个点的信号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C点 C点和路由器有一强之隔 它们的速率也都非常的好 都能跑到500兆以上 相比较HR11000还是要强那么一点点 然后是地点 地点是相对比较远 但是它们也都能跑到400兆以上 应该能跑到500兆以上 HR11000已经跑到了500兆以上 然后HR5300最后是400多兆 460兆的样子 然后是一点 一点是在楼上 所以它们连接的都是节点路由器 然后 因为HR5300要比HR92U可能要好一些 所以我们能看到HR5300 跑出了600多兆 而HR92U是只有526兆的 它们的上传是依旧相差不大 F119连接的也是节点路由器 就像我刚刚说的 HR5300可能要比HR92U要好一些 所以HR5300跑的数据 要比HR92U还是要稍微高一点的 最终领事的HR5300跑出了337兆 而华硕的HR92U是316兆 好了 经过刚才的那么一轮测试 大家感觉如何 我是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小失望的 因为我买这两台领事的HR5300 就是为了替换掉我家里原先的 华硕AXR11000 但是我实际的使用效果 却和这两台机器 在我朋友家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 这就让我十分的费解 因为我和我朋友使用的 都是联通的1G宽带 它也是在北京 我们都使用了软路由 并且都有软路由来拨号 领事的HR5300都是桥接模式 并且我们在有线测试的时候 我们的速率也都能达到 联通1G宽带的一个极限 都是930多兆左右 而且我们在进行无线WiFi6测试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手机都是一样的 都使用的是iPhone11 Pro 但是我们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在他们家它能测出800多兆 而我只能测出最多600多兆 所以既然其他的因素都是一样的 那么只有一点可能就是因为 我们家这个家周围的干扰比较严重 或者是家周围的其他邻居的 这些WiFi的干扰 但是我们也都使用了这个 领事他自己的这个通道扫描器 都是已经切换到了最好的通道 可是我依旧还是没有 没有测出来有800多兆的一个速率 当然我并不是说领事的 HR5300不好 反而这两台机器 在组成Mesh网络以后 是我用过所有可以支持WiFi6 并且可以组Mesh的这些路由器里面 是最好的 反正我用过是最好的 所以我现在也有点纠结 我到底是该留下这两台用呢 还是使用原来的华硕的HR11000 加一台其他的华硕路由器 进行一个组网 真的是有一点难以抉择 不过在我做完对比测试之后 小米的那一台WiFi6路由器 让我印象深刻 这一点真的是有益说益 它只卖600块钱的价格 却和这些卖两三千块钱的路由器 放到一起去比较 甚至有的时候它还要好一些 真的有一点挺厉害的 好了那么这一期视频就这样了 希望这一期视频能给大家去选购 WiFi6路由器能有所帮助吧 好了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